Hello, 大家好, 李奥 今天來到2023年5月26日星期五 逢星期二、五或更多時間 都會在這裡和大家說說比特幣或加密貨幣 如果還未訂閱的你 可以按右下角歌, 訂閱 又或者進入TG Group 都可以接收到最新的加密貨幣諮詢 今天很多事想和大家說 有三件事 第一, 關於香港監管加密貨幣交易所的發牌制度 下星期六月一日開始正式上馬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當中的資訊 和我初步的看法 第二, 關於Celsius的破產重組 或者公司重組計劃 上一段影片和大家說了之前的計劃 但中間發生了很多事 今天想和大家更新 第三, 跟進MemeCon的最新消息 先和大家聊聊 大家看到, 我現在仍然在台灣 離開了香港大概兩個星期 香港我都知道發生了很多很多不同的事 下個星期我就會回香港 繼續和大家分享最貼地的資訊 希望大家過了六月一日之後 都可以繼續支持下去 好了, 現在立刻和大家說說 香港的監管法牌制度 好了, 首先說說香港監管 雖然過去兩個星期我都不在香港 但都有一直關注這件事 從我自己的看法 以及在一些交易所得知的資料 以下下來的東西是肯定的 第一, 如果一些交易所在香港 有遞到表申請這個牌照的話 而在6月1日之後暫時未批出這個牌照的話 他們仍然都當是有一個暫準的牌照 即是說如果你遞到表申請 但證監會未說批或不批的話 之前你都當是有一個暫準牌照 可以繼續經營 這是第一 第二, 如果證監會 reject了你的牌照的申請的話 你就要在三個月內 清退在香港的一些業務 第三, 一些無牌的交易所又怎麼辦呢 無牌的交易所 即是說在香港沒有辦公室 但 somehow 仍然接受香港用戶的一些登記 或者他們的服務的話 他們就算是一個非法經營 但是如果普通市民去用這些交易所的話 是沒有刑事責任 亦都沒有任何法律責任 即是說 當然一些有牌的交易所是比較有保障 但是如果你去用一些無牌的 所謂的無牌交易所的話 暫時來看都是沒有一個法律責任的 但是6月1日之後 對於我這些人又會有甚麼影響呢 6月1日之後理論上 我就不可以再公開宣傳一些無牌的交易所了 一些有牌的交易所 亦都在宣傳方面有很多不同的限制 例如你在香港一些持牌的交易所 暫時你不會看到一些staking 你應該不會看到一些可以綠色的東西 或者一些很多很多不同的東西 應該只有最簡單最簡單的功能 就是一個現貨買賣 而且現貨買賣得到的幣種 應該都不會是太多的 但是會不會是一開始這樣說 只有BTC、ETH這些呢 似乎就不是的 它的說法就是一些比較出名 或者比較有背景 即是有歷史的一些幣可以買賣 雖然沒有說得很清楚 但是似乎不只是限於BTC 或者ETH 一些這麼大的幣 另一件事就是 暫時它們好像未接受這個穩定幣的交易 即是大家可能在交易所看到的一些交易隊 有機會只有BTC對HKD 或者是ETH對HKD 究竟怎樣處理這個穩定幣呢 我相信它們都是研究當中的 第三件事關於合約 我相信在一些持牌交易所 香港的持牌交易所 暫時是不會有一個合約交易的 但是在那份文件上 它也有提到它知道合約來說 對一些機構投資者是重要的 所以我相信是在評論 有機會會不會幾個月之後有呢 這個都是未知之數的 以上就是一些基本的規則 或者資訊 我自己怎樣看呢 我自己覺得 其實都是一個很初步的摸索階段 無論是我們也好 交易所也好 或者所有人也好 或者證監會也好 都是一個摸索階段 暫時我看到那些規則 都是比較嚴少少的 但是我相信在初步來說 在6月1日之後 起碼的幾個月 大家都會有一個緩衝期 可能給大家摸索一下 究竟是怎樣做 作為一個普通投資人的 你可以怎樣呢 我自己覺得很簡單的 看到有甚麼新的交易所 有甚麼優惠 背景是OK的 而又真正在申請牌子 那就先拿到它的優惠 平時trade怎樣trade 平時trade 可能你還有一些沒有拿牌 so call 沒拿牌 或者申請牌子的交易所 我覺得開頭的影響是不大 大家只要繼續留意著 一些最新的資訊 就可以知道之後是怎樣做的 大家不需要太驚慌 因為我看到有些朋友 很緊張 究竟6月1日之後怎樣 究竟6月1日之後 可不可以繼續trade 我覺得暫時來看分別不會太大 而且如果真的要做清退的話 交易所都會給大家足夠的時間去做 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是 其實影響我很大 可能6月1日之後 很多事我就不可以公開說了 只可以在一些私人群組說 但我仍然都會努力 跟大家跟進最新的資訊 如果大家想知道最新的消息的話 黏著這個頻道就可以了 或者進入TG Group也可以 關於監管今天先說到這裡 給多幾天時間我看清楚文件 下星期二的時候會和大家分享多一點 第二件事關於Celsius Celsius上一段影片和大家說到 它進行一個公司重組 之前都有一個計劃出來 究竟怎樣賠錢給大家 今天不詳細說了 可以看回上一段影片 但最近近日他們進行了一個秘密的招標 最後之前說到的那間公司沒有贏 現在就變成另一間公司 Celsius 中文是攝氏 現在中標的那間公司叫做華氏 應該是很多不同的財團一起合併而成 暫時這個具體的重組計劃未出來 不過我相信因為它贏了之前那間公司 今次這個計劃應該會比之前的計劃更加好 當然我仍然會幫大家貼身留意 想知道最新消息的話 都是那一句 黏著我 黏著這個頻道 第三件事關於Meme Coin 上次和大家說過的AI Doge 已經進行了再幾個階段的預售 大家有興趣的話都去到它的網址 今天想和大家說的 另一隻叫做Launchpad的Meme Coin 這隻Coin其實都是一個概念的Coin 由一個Launchpad的概念而來 太詳細不說了 大家有興趣的話都是去到它們的網頁 不過大家真的要記住 這隻是一隻Meme Coin 不是鼓勵大家去買 大家可以去它的網頁看看 然後了解是甚麼 如果真的有興趣可以當綠合彩買一買 好了 今天先說到這裡 還有很多東西要收拾 喜歡的話是Share、Like、Comment 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5、疑似小學 3、稿甲沒聊天 3、稿甲沒聊天 這個位置 你怎麼收拾 是居心怪的